其實他就連年都有這個延續的 川普那時候整下的這個緊急狀態 這個緊急狀態如果你還記得幾年前 就是說不將香港再當是一個有比中國的地區 就根據這個香港政策法、自治法 就取消了香港特殊優惠的地位 你說大又不大的 因為你這幾年都過了 影響大都影響了 是不是? 到現在大家都習慣了 不過他繼續延續 當然對現在那個不好的經濟狀況就構成一些壓力 以及一些政治姿態 就是說中美之間在香港這個問題上 就繼續是處於一種緊繃的狀態了 是不是? 好像這兩天又說要再增加這個制裁那些 出入境限制的名單那樣 那就是這些整個方向是比較緊張啦 中美關係啦 連帶影響香港就是受到累了 香港當然現在是很想增加一些出口呀 增加一些事呀 做多一些生意呀 大家都想啦 但是如果那個關係不好呢 就很難 可能會做到多一些的生意啦 是不是? 那你也看到那個外交部就罵人啦 很凶惡地罵人啦 但是很無謂啦 就是以講揭華 是不是? 那人家哪會這麼這麼好心機 是不是? 認為你就是... 還有他將香港跟中國真的在一起嘛 就是你用香港去以為 是不是? 又利用香港他的講法就是外交部 利用香港去揭指中國的崛起這樣 就是小人之心這樣說人家 但是你想想 香港是不是那個重要性是這樣呢? 如果是的話 那美國人就是對啦 他做的事 一方面說人家枉作小人 但是一方面你很緊張 就是人家好像是做了一件很傷到你的事 那是不是真的很傷到他呢? 我就不是很能夠清楚分析到啦 但是看來他是緊張 就是說是有效果啦 是不是? 對香港的經濟大不大呢?影響這樣 我們知道香港對美國是貿易逆差的 逆差的意思就是呢 香港輸去美國的貨呢 輸去美國的貿易呢 輸去美國的貿易呢 是遠遠多過美國輸去香港 就是他賣貨 賣東西給香港 就是他賺香港的錢 就是說 大約是百五億 以前整落就 而香港是 就是說 他輸來香港五百億 香港輸的美國是百四億 百四五億 就是三比一的 曾經是美國的第十四大貿易夥伴 美國人其實是覺得香港是可以分開和中國 如果五百億是什麼觀念呢? 等於中共說 在美國那裡賺兩千億的嘛 就是他輸送貨物去美國賺了兩千億 是不是? 如果加上香港就變成兩千五百億 扣了香港就不同了 那條數字就不同了 少了很多 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 扣了香港就沒有兩千億了 就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中國輸去少 香港輸去多 是不是? 就是他輸來香港多 做回香港的生意多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講呢 美國是不對香港友善呢 會令到香港輸去美國的貨物是再減少 但是美國輸來香港能否繼續保持呢? 我們要看這些數據 以及看他每年的香港報告 他還有做報告的 就是每年2002年通過那個《香港政策法》 就是繼續每年為香港做一個報告 是不是? 那不用猜就知道他的報告就不好的了 因為主要就是人家看這個 今年又通過23條啦 又制裁這個 制裁那個 既然是這樣 我相信美國就會 就是會繼續採取一個嚴厲的態度 在香港 藉著香港那個人權狀況改善 那如果你問我改善的希望大不大呢? 那我看如果今年那些大案是了結呢? 那不改善都不行啦 就是很自然會改善 因為最壞的事情都做完了 那也是我為什麼一直分析呢? 認為中共為什麼要這麼急 一定要推這個《23條立法》啦 一定要在這一年裡面審完那些 就是《港版國安法》那些案啦 那可能審不完啦 《支聯會案》沒有啦 但是你看到《七人案》完了啦 《立場新聞》就完了啦 《黎智英案》連尾怎麼都完結啦 就是會完結啦 那如果要改善關係呢 明年呢 可能還換了政府啦 機會挺高啦 就是轉了特朗普做總統啦 那就會另外再面對新的局面啦 但是呢 就起碼在未來這幾個月呢 就是拜登如果再延續了所有制裁的政策 所有的事情啦 我們要知道呢 拜登是從來都沒有去過中國的 沒有做過國時訪問 那相信習近平都沒有去到美國做國時訪問 其實鄧小平以來沒有試過的 就是兩個最大的國家 一個總統的任期裏面沒有做過 任何互相正面 就是正式接觸這樣 那不單止啦 最後這一陣子還是繼續 這個將那個香港界定為 就是說危險地區 叫那些國民不要來啊 這裡人權狀況不好啊 這樣就相當敵視啦 那個態度 暫時改變不了那個 中國、香港和美國 三方面的那個關係 整個不好的格局是改變不了的 但是未來的一年是會改變的 我們會這樣看 就是這樣 但是最近那個前駐美大使 崔天海他批評 大陸說這些美國衰退論 是不符實際的 那有些估計呢 是不是他都想跟美國修好呢 這樣的姿態呢 你覺得呢 哦 他是 他是講了一個實話而已 就是比較實際一些 其實沒有說美國會衰退的 他不敢這麼說的 從來都沒有官方這麼說的 他只是說自己崛起而已 最擅長的都是說自己做到第二而已 前幾年再吹得很大就是說 2025中國製造 都是說在製造那裡 GDP的生產力是達到世界最多 世界工廠這樣而已 這個已經不是了 現在已經不是了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啦 最近是有個新聞 有個新聞就是台灣已經取代了 就是出口最多本來是中國的 現在最多出口是美國 取代了中國成為第一個貿易夥伴 就是台灣 那麼很多趨勢體呢 因為美國賣東西去跟他做多了生意 跟其他國家都做多了生意 是似乎之減低跟中國的貿易關係 那這個東西呢 對中國當然是現在 是不是 現在好像 最近深圳說40%的失業率年輕人 對它是一個壓力 我想最近我就要說一些 就是討好人的話 不想再搞壞關係 他作為外交的人呢 是要這樣的 相信他都是正常 還有香港警方最近換了手槍 那有些全部都質疑 他不是因為跟那個制裁的軍火箱有關嗎 哦 換手槍 是不是 那軍事那些 我有興趣啦 這樣啦 他這支槍不好呢 可能我們更安全一些啦 就是那些手槍不好呢 可能是開槍的時候 塞子彈會炸糖那些這樣的情況 對那個警員危險而已 英式那些左倫跟美國那些 一直我們用了幾十年都是 是很可靠的手槍來的 但是當然啦 又不能夠說中國手槍都做不到的 不單止手槍那些防暴的那些催淚彈那些用了 早就已經 因為人家禁不再賣這些東西給你 那就是真是你違反人權 當然這樣說 令到一般抗爭者不好啦 但是香港都沒有抗爭啦 其實作用實質就不大的 反正你換了一些不好的裝備 香港警察越換越多中國裝備 是警察自己不知道高不高興 開不開心 就是你是警察都是想用一些好的裝備武器 那現在全部是國產的啦 雖然是政治正確 但是你以使用者來說 是不是 就算你是普通公務員買一支原子筆 你都希望買一支來老的 德國的這樣 但是現在就沒有了 全部都要用大陸的東西啦 那麼 這些是不是一個好的趨勢呢 這樣我也講啦 這些李家超自己去想啦 我想一般警察是不是很喜歡 又要踢正步 又要用紅星手槍 以前叫紅星 這個比較漂亮的 曲尺手槍 這樣 這個沒有什麼大的 政治含意就是繼續紅色化啦 香港連那些警察都要摸著這支槍 都是要為祖國的貨 不再用這個來老的東西啦 還要花點錢啦 都可能是好事啦 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不是說美國制裁它 是它自己宣布去制裁美國這些軍火箱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人家不賣給它 不賣給它 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制裁人家 因為它的軍火箱是提供一些武器給台灣嘛 美國提供給台灣的軍火箱啊 在烏克蘭 它給一些武器給烏克蘭 是啊 中共制裁美國的軍火箱 他有制裁的 就是不給中國賣給中國 其實都沒有什麼光顧 人家根本不會賣東西給你 諾克斯馬丁啊 波音啊這些 老實講 你不制裁 你不斷勾 人家都想跟你斷勾啦 所以這些自己 我想不聰明啦 這些做法 近來是有什麼事情的 就是說好像裝模作樣要制裁人家 但是有些什麼是 是它很恨要你幫它買呢 我相信是沒有什麼 是人家不肯賣給你 因為一賣給你就抄啊 翻版啊 那怎麼肯賣給你呢 是蘇聯窮的關係 在我國窮 所以賣了飛機給你嘛 現在那些 所有中國的武器都是抄回來的 它叫引進 其實是授權它生產 然後改一個名字而已 全部是俄式的武器 在烏克蘭戰爭看到了 它們都不知道多想用美國的武器 珍姐 不是不是 說著說著 你有沒有留意 中國的戰機全部都是兩個引停的 軍事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俄國那些都是 蘇聯那些 鴨翼 前面有兩隻翼翼的 就是前面有兩隻翼翼翼 後面就是兩個引停的 一定的 那些殲16 除了殲11之外 全部那些都是兩個引停的 因為呢 可靠性不高 就是沒有人這麼高 美國呢 多數是用一個引停的 就是它 尤其是臺灣的那些EPS6 臺灣那個自己做的經過好 它都是一個引停的 因為它那個可靠性的問題 它們就夠膽用了 臺灣用那個幻影戰機 法國都是一個引停的 那就是勞斯萊斯闖好 法國自己做好 都是很有把握的 但是呢 中國做這些頂尖科技的東西來的 它自己不會做的 抄了蘇聯的呢 蘇聯的用到兩千小時 它用到三百個小時就要換了 而美國的引停呢 可以用到八千個小時之下 所以基本上不用換引停 那架飛機用到不用的了 那你可想而知 那個科技還是大有距離 就是表面就好像很棒的 實質上應該都要小心